那各位认为警察该做什么事情呢? 保护最高法院的法官怎么样? 最近不是有人从加州跑去暗杀法官吗?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法官身边加强警力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保护法官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但是民主党永远可以让你更崩溃 有27位民主党的众议员 反对在这个时候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人身安全 396 members of Congress voted for this 27 voted against it all 27, important to point out, are Democrats who did not want to advance this bill to the President's desk where it will go now this will give more protection not only to justices but also their families right now justices have around the clock security from the U.S. Marshals and the Supreme Court police but the purpose of this bill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Senate is to protect those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f the justices Martha, last month the Senate passed a bill that would give more protection to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s the threats on Supreme Court justices continue remember it was not even one week ago when Supreme Court Justice Brett Kavanaugh was threatened,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a man's currently still sitting in jail for this why it took us a few weeks rather than just one week to pass this legislation it's because Republicans refuse to protect the families of Supreme Court employees who are at risk shame on you for not doing that meo so 这个从加州来的民主党脑残 Ted Liu OK 刘云平 又是一个台湾之光 不是我还说啦 台湾之光真的是让很多台湾人丢脸丢到家了 总而言之他们认为 警察要保护被暗杀的大法官是不好的 但是警察应该要去调查 让变庄皇后不舒服的人 那些人是仇恨罪犯 我们要知道的是执政者也是人 他跟你跟我都一样 都是自私的 都是只为了自己 还有自己的家庭着想的人 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生物 神创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无法用政府 思想 主义 来改变我们的天性 但是我们可以有律法 来克制我们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认为说 我们一定要有政府 政府要有能力来维护治安 但是政府没有能力来给我们自由 给我们平等 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意思就是 政府不用给我们爱 爱是要我们自己去寻找的 政府跟我们一样 永远都是自私的 永远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自己的利益而存在 政府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所有人民的权利都是累赘 都是阻碍 人民最好什么都没有 乖乖的听话 当政府有危机的时候 每个人都发一把枪 你有权利 政府爱你 你也要爱政府 爱国家 爱党 没有国哪有家 赶快起来牺牲 来保护我的政权 就跟拜登在 AFL CIO的工会组织演讲的一样 他现在危机了 他因为经济问题 把所有美国人的生活都搞砸了 但是他要 你们一起来帮他奋斗 唯一阻止他们的方式 就是看清楚人心 还有了解 为什么神要把律法写在圣经里面 目的就是要我们 真正的彼此帮助 真正的得到自由 而不是因为政府的方向 而把彼此看成敌人 彼此屠杀 很多人说BOM 暴动的时候 打砸抢 零元购的时候 警察也什么都没做 No 他们做了很多 他们对着这群暴徒下跪 举起他们的拳头 支持着那些暴徒 打压守法的公民 我不是在说警察都是坏人 我认识很多警察 他们人很好 他们很多人非常好 但是要知道的是 他们虽然标榜着为民服务 但是其实他们就是政府的打手 他们是政府可以使用的武力 政府可以使用他们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也可以把他们当成是压迫你的盖世太保 真正能保护你的 只有你自己 你相信的人 你的教会跟神的律法 所以不要outsource你家人的安全 包括人身安全 也包括经济安全跟健康安全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每个人身体都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让有毒的物质在你的身边 例如擦指甲油的时候 指甲油就要使用无毒无害无动物测试 Ten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从小处做起 Niji Nails 颜色众多 带亮片 没有带亮片的 亮面的 雾面的 你想要有什么颜色 就可以有什么颜色 100% Made in USA 现在就去他们的官网 www.nijila.com 选购他们的商品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 10 就可以享受10% off的优惠 Niji Nails的指甲很安全 连小孩都可以使用喔